好 剛才跟各位介紹了心銅電池 介紹了誰當證 誰當副 證極半反應 副極半反應 講了一大堆 結果我根本就是腐爛了 這個圖是錯的 這樣根本不會有電 為什麼 斷路 斷路 沒有 這樣不會通 這樣不會有反應 所以腐爛的反應根本就是假的 它必須要有一個東西 嚴巧 讓它溝通 它能夠形成通路 它才會有電流 才會發生 剛才所說的什麼 心變心離子 銅離子變成孔 它要有一個嚴巧 所以我們要做嚴巧 嚴巧 OK 嚴巧就是這裡面要裝一個強電解質 我們課本上要各位裝的是硝酸甲 那其他東西也可以 重點叫做強電解質 讓它能夠可以導電解鈴度大 導電性好 還記得嗎 也教過的 然後呢 為了兩邊塞棉花 它不會直接流出來 然後把它做好 這個我們做這個實驗的時候的重點是 這裡面不要有泡泡 不要泡 泡就是擋住隔開嘛 那你很難做到完全沒有泡泡 那你看盡量的泡盡盡量的小 盡量的小 盡量的小 不然它就如果很大塊打在中間就很短路了 還是不通嘛 所以就是不要有泡泡 然後嚴巧 那這嚴巧可以幹嘛呢 平常有什麼作用呢 來 這我們用的是硝酸甲 然後呢 我們有正極跟負極 正極負極就是心變成心離子 正極就是銅離子變成銅 那我們會說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正極就是正電流出 我們這個硝酸甲 我們這個硝酸甲可以跑過來 我現在講解的方法是 異性變相吸 這裡有心離子是帶正的 所以就把硝酸甲吸過來 也就是負離子跑去哪一集 負極 然後呢 右手邊銅離子變成銅 正變少對不對 等於負變多嘛 負極會把正怎麼樣 吸過來 所以正離子會去正極 所以老師問你 岩橋中的正離子去哪一集 正極 負離子去哪一集 負極就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講解的方法 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釋這件事情 這邊就是負嗎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所以負電流出 從負極跑到了正極 裡面也要負極再動對不對 所以裡面從正極流到負極 所以負離子在裡面從正極流到負極 用它那個流動方向來解釋 你也知道這裡面的負離子要移到負極 正離子要移到正極 用它那個流動方來解釋也可以解釋 隨便你哪個方法你聽得懂 或者你有個神奇的新創的方法記住 我也沒有意見 你就要給我記住 正離子移到正極負離子一下負極 這叫做我們岩橋中離子的移動方向 那麼岩橋 所以我們老師問你岩橋我們公用 我們會說兩個 一個叫溝通電路 沒有它的段路嘛 就不通嘛 所以溝通電路 第二個叫保持電衝性 你看剛剛不是負變多嗎 就把正就怎樣吸過去嘛 那麼正變少呢 正就跑過去補充嘛 就要維持電衝性 所以我們考試的時候 我們教你的時候 你考試的時候 你就跟我寫岩橋有什麼功用 溝通電路保持電衝性 這個有的教授是覺得這個說法是腐爛 有的教授是腐爛 他就跟你這樣講是不對的 那我們待會兒再說 剛剛講過如何保持電動性 剛剛不是畫圖了嗎 正離子一向正極 不離子一向負極 兩個方法幫你解釋 一個是用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似 一個是整個的流動的方向 流動方向來幫助你計 所以都可以 都可以來知道正離子應該一向正極 不離子應該一向負極 那麼溝通電路保持電衝性 但是我不用岩橋可以別的讓你做 你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 這個就是說 現實生活中有別的方法可以拿到這個目的 但是我沒有 你就用岩橋 然後教授說你根本就是虎爛 他就說不可能不可能沒有電衝性 你沒有這樣說 他不會運作啊 所以說你這個講法是不對的 不對的 他說岩橋的功用怎樣怎樣怎樣之類的 那種偉大的學問呢 我們博動生通通都不理他 我們博動生通通不理他 不理他 我們上課就這樣教你 就給我這樣子給我 背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岩橋怎麼功用 所以這一段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我這個星銅電池要裝什麼東西 岩橋 其他注意事項 第四個 其他注意事項要有岩橋 岩橋誰來做 強電解值來做 有什麼功用 溝中電路保持電中性 如何保持電中性 正離子一道正極 負離子一向負極 就把這件事情 記住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影片 他只是把我們剛剛講的話 用影片表達一下而已 星銅電池 左邊有星 右邊有銅 然後呢 心被心離子電子跑出去會發光 然後 銅力得到銅 然後又變成 銅力得到銅 這樣子 就是把剛才的那個 剛才是用文字寫嘛 現在用所謂的影片動畫演給你看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些離子的移動 然後那個離子的移動 那個燒杯裡面容易的 它這個是用隔開的來做的 離子的移動 那個我們就跟各位 我們未來會提到這裡面的一些移動 一些移動 但是 現在就先暫時不理它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的 岩橋的部分 OK